大概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差别 只是说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在VBA里面 有些转型其实是不需要的 像这个Flows 在这个VBA里面,你没有转没关系 为什么?因为VBA我觉得他比较 算是有人情味一点吧 你写错他也不会,他会自己知道说 你为什么没有转型,因为是 你过来的东西不是数字 不是文字,直接帮你转成数字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VBA有时候可以拖揽一下 可以少写一点东西,这个我写完的程式 我有贴一份 在云端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 自己稍微参考一下,我把这一段的程式 把它转移成 这个VBA OK 至于细节就刚刚我讲的 所以其实这个我想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最后把它弄一下 就是 改完之后的结果 那当然就是一个 输入这两个 这个资料的话,我把它输到哪里? 输入到VBA这边来 输入这个 这也许就是把这个 升高180的部分 这个把它输入到 这里 B1 这个是B2 B2的资料在这里 然后把它 带到那个两个变数 一个H,一个W 一样 VBA也不用宣告 反正你 带给它什么 它里面就帮你放什么资料 然后一样的方式 计算BMI 只是这个变数名称 我 不取叫BMI 因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sub本身就叫BMI 你不能变数名称也取得跟sub原来一样 那就会出错 这个可能要 特别小心 其他的话就是把最后的结果 得到之后的话呢 那就分别怎么样 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指定的儲存格里面 好像这个 得到的结果就这样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我把这个给删掉一下 本来没有 这个是输入这两个 然后把它run一下程式 得到 但你想说老师那格式化怎么办 其实 在那个excel里面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不想要写任何程式 你就直接怎么样 去除小数点位数就好 OK 这样就格式化了 可是在那个python里面 这一点导是没有办法 因为在python里面 它没有excel 可以用 OK 所以以后资料放哪里? 可能就要 放到资料库里面 OK 资料库我们后面讲 它里面有一个内建的 SQLite资料库 也是可以放资料 当然只是说了如果比起来的话 当然是没有excel这么直觉 OK 还是会 有很多功能是没办法的 所以 这有时候看工具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VBA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 会相对于python来的 应该是简单吧 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处理excel部分 OK 好 那这个是顺带讲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 再来看一下这个 第三个单元 回圈的 OK 特别注意 那回圈的简单的意思 其实就是帮你处理重复性的事情 那哪些是需要处理重复性 比如说你每天都需要去抓网络资料 有没有 那你要抓可能就是要抓 比如说 假设你已经知道 它的页面数量刚好是第1个page 到第100个page 那你已经知道它的范围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用for围圈 第1个 到第100个 连续的范围 帮我通通抓下来 吧 OK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人工了 不然以后的话 你如果用人工的话 你就第1页 有没有 Ctrl C Ctrl V 第2页 Ctrl C 那如果你今天做了明天要再做 明天做后天要做 每天都要做的话 你不累死了吗 可是如果你程式写完之后 这件事你就解决了 OK 而且后续的话你甚至还可以 再结合什么 做统计分析 做视觉化图表的输出 反正一串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等于就是说 这些事情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那以前的话如果你用人工来做 你可能要做一整天 OK 而且你可能 每天都再来一次 那就是很 没有效率 所以呢 这个回圈在程式里面 是非常有其必要性的 也是程式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你学程式要干嘛 就是要帮你 解决重复性的问题 也就是你以后 就不要 再用人工的方式 自己当回圈 对 自己当回圈 我看很多人每天都自己 自己 好像有点像自己就是一个回圈这样子 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要交给电脑 那该怎么做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会学会 两种回圈的叙述方法 一个叫for回圈 主要是有范围性的 一个叫fire回圈 是没有范围 我不知道 可能我只知道说我全部跑完为止 但我不知道有几个page 我可能 不确定而且有些page是会增加 有些page会减少 那你总不可能说 你就给他一个数量 不对啊 跑最后他数量不对 所以画回圈 所以第二种回圈就是画回圈 那画回圈的话主要是解决说 我没有范围 反正你跑到那个地方为止 所以我会给你个条件 如果那个条件为true 那你就跑 如果为false 就不要跑 那这两种基本上就这两种回圈而已 那不管是python也好 vpa或其他语言 大概就是这两种 ok那至于要如何撰写那个回圈的叙述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我们先解决第1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程式 帮我把什么 把1加到100 1加到99 1加到99 那当然如果你不用回圈的话你怎么加 a等于1 b等于2 c等于3 d等 是不是 那你不是要产生99个变数 然后全部再把它加在一起 那这样子你 根本不用学程式了嘛 对不对 你干脆 去用计算机还比较快了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这种需求 那你就不需要 产生这么多变 其实只要产生一个变数就可以 那怎么产生那个变数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那个范例 那所以待会的话呢 一样 我们再开启这个 一个新的module 那待会我们来讲一下有关那个回圈的叙述 那请各位也许 有时间也许先把刚刚做ending 我刚刚有把 我刚刚写完的那个 vba的部分 写 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的 第12个page部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们先试试看 那如果这个部分OK的话 就先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 写一个那个for回圈 帮我把1 加到 99 的乘式 帮我写出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写这个乘式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